早安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的工作 目前的身份除了舞者之外 也算是一位年轻的教育工作者吧 我担任高雄桃园国中的艺术生跟老师 以及南澳五塔国小的住校艺术家 简单来说 我在台湾的生活超过三分之二 是奉献才华在需要机会 与需要温暖的时光上 这次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的桃花园机 在高雄山区桃园国中的工作 我早上八点起床 流个汗 喝杯咖啡 上妆 然后从淡水出发到高雄 过去我都是自己开车 感谢圣导基金会补助学校我的车马费 从去年起我搭乘高铁到高雄后 就可以驻车上山了 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 桃园国中的舞蹈队 训练是从礼拜日的下午开始 而礼拜一则是利用平时的学科课程 针对不同的年级 做不同艺术课程的安排 我从去年与我的母亲交接艺术深耕的工作后 今年的3月16号 我带的这一批布隆族孩子即将参加全国舞蹈比赛 现代舞的国中组 说起这个 整个来由下次再录一个影片好了 不然说都说不完 距离3月16号其实很快 身为老师又像是姐姐的我 想用录像的方式 记录这整段非常辛苦的过程 一直到比赛的那一天 在山的这一头工作非常的辛苦 但却非常非常的美丽 孩子们练习的空间就如大家所见 与其说辛苦 不如说这是最美丽的锻炼过程 在山与风的包围 仿佛时时刻刻都能够感受到 与大自然的对话 好的 以上就是我桃花园开工的第一天 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期待 这几周孩子们的故事 我是SACOPO的仙仙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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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